最近有一档综艺节目比较火爆 不光是因为节目的好看 下面的观众也是看点 你看这些表情 您瞧这些样子 痛哭的感动的 反正一个个都是很投入的样子 不过最近有知情人士爆料说 这些都是假的 这种感情丰富有镜头感的观众 其实它是职业观众 日薪从50到800元不等 主要是看现场的表现 长相优秀表现突出的 自然薪水就会很高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个妹子 你看她在听黄岐山唱 离不开你的时候 你看流泪了 接下来在听齐琴唱 用心良苦的时候 这泪还没停止 还在流 在当听雨泉唱 烛光里的妈妈的时候 哭到极致 这位女孩直接右手掩面 哭得不能自已了 当然有网友就说了 说亲 敢问您的哭点 到底是有多么凌乱的 还是刚刚失恋 就来录节目了 当然我说这位网友 你也别太较真啊 对于人家来说呢 哭 那就是在工作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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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